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巴巴拉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12月21日抵達美國首都 實現了他在俄羅斯入侵以列首次出國訪問 由於烏克蘭正處於戰火之中 扎蓮斯基整個行程處於高度戒備之下 扎蓮斯基12月21日高調訪問美國 在美國眾議院控制權逆主前 冒險親臨華盛頓爭取之前 扎蓮斯基這次的行程 並非到達後才告訴媒體 而是在著陸前就已經告訴媒體 這也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他是如何避開安全困擾順利抵達美國領土 據波蘭商業新聞頻道TVN24報道 扎蓮斯基先坐火車離境 然後借到波蘭坐飛機到達華盛頓郊外 據一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 扎蓮斯基在馬里蘭州安德魯聯合基地著陸 然後去白宮附近的布萊爾國賓館 烏克蘭國旗正在那裡飄躍 美國聯邦航空局在其網站上報告表示 美國東海岸一帶沒有出現異常的空中交通問題 限制航班的安全措施可能發生在總統或其他政要 在地面上參加活動的地點附近 但他們在途中的行動很少會造成干擾 即使美國在運送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官員 入阿富汗等戰區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但出於安全原因 這些行程通常是保密 直到官員抵達目的地甚至完成訪問 12月21日美東時間晚上7時40分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 感謝美國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入侵 扎蓮斯基說 感謝所有重視自由和正義的人 他們和我們烏克蘭人一樣強烈珍惜自由和正義 我希望我的尊重和感激支持 可以在每個美國人心中產生共鳴 扎蓮斯基警告國際社會不可忽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因為它正在影響著全球 戰鬥仍然在繼續 這場戰鬥不僅是為了烏克蘭或歐洲其它地區的領土 這場戰鬥決定了我們的子女和我們的孫兒 會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中 扎蓮斯基批評伊朗和俄羅斯結盟 還向俄羅斯派遣致命的無人機 這個已成為對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的威脅 身為猶太人的扎蓮斯基說 烏克蘭人會慶祝聖誕節 就算沒有電 我們對自己的信仰之光也不會熄滅 如果俄羅斯導彈襲擊我們 我們會盡力而為 在懇請國會通過對烏克蘭的額外援助時 扎蓮斯基指出 烏克蘭需要更多的大炮和炮彈 扎蓮斯基強調 美國的安全援助是對共同價值觀的投資 你們的錢不是徹善 而是對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資 我們會和你們一起 為我們的國家 整個歐洲和世界制定強而有力的安全保障 演講結束後 扎蓮斯基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贈送了一面烏克蘭國旗 國旗上有很多巴克穆特前線戰士的簽名 這面旗子是這場戰爭勝利的象徵 扎蓮斯基指出 世界有太多事情取決於你們 還說 士兵要求他們把這面國旗交給美國國會 國會的決定可以拯救幾百萬人 扎蓮斯基表示 我們會贏 因為我們團結一致 烏克蘭 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 之後 佩洛西向扎蓮斯基贈送了一面美國國旗 佩洛西指出 這面國旗是12月21日飄揚在國會大廈上空的旗次 以紀念扎蓮斯基的訪問 美國五國大樓12月21日透露 美國會首次向烏克蘭提供一套愛國者導彈系統 作為一項18.5億美元的最新武器援助計劃的一部分 這項新的關鍵援助是在扎蓮斯基訪問華盛頓時對外宣布 該援助包括拜登通過總統撥款權 提供的10億美元 這令美國軍方能夠由現有的武器付出 抽調武器送去基庫 另外8.5億美元的援助會通過烏克蘭安全援助計劃提供 這意味著國防部由軍工業界購買武器後 直接運送去烏克蘭 最令外界關注的是 該援助計劃會包括一套愛國者防空系統和彈藥 該車載機動防空系統主要用在打擊內閘導彈、戰鬥機 轟炸機和無人機等中高空目標 用來保護軍事和民用目標 它通常包括導彈發射車、雷達和其他支持車輛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在12月21日對此表示 美國承諾提供外國者地對空導彈防禦系統 是烏克蘭建立有效空中盾牌的重要一步 該系統將會成為烏克蘭防禦的關鍵部分 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 站在美國總統拜登旁邊的澤連斯基指出 恐怖主義打擊我們的城市、我們的能源系統 而這是我們能夠剝奪恐怖主義國家 手中主要恐怖主義工具的唯一途徑 拜登就對媒體強調發表 外國者導彈系統是一個防禦性系統 它不是用來升級衝突而是防禦性 我們很希望不會用到它們 它只是被用來阻止攻擊 五角大樓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的無情 和野蠻的空襲 只是加強向烏克蘭提供先進防空能力的必要性 在拜登總統的指示下 美國已經會提供防空系統作為優先事項 以幫助烏克蘭保衛它人民 免受俄羅斯的侵略 五角大樓指出 愛國者將會增加分層防禦力量 以應付烏克蘭城市和平民目前面臨的各種威脅 並進一步加強美國以前曾援助過的防空能力 至俄羅斯在2月24日首次襲擊烏克蘭以來 到現在美國承諾和已經向烏克蘭提供超過2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美國國會還提議為烏克蘭提供450億美元的緊急資金 目前這行措施 正等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通過 以及拜登的簽字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興、陳婷 高燦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即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